哈囉大家好 我是BAY阿伯 今天是開服的第二天 阿伯目前的課金程度就來到265塊 現在已經推到了9-18的關卡 越戰了兩倍多的戰力 我們的戰力是8萬8 對手的戰力是18萬2 這邊我們來跟大家分析一下我們目前的陣容 目前陣容最主要培養的就是金剛教的斐肥 優先的把他的等級升上去 畢竟有一句話說得好啦 坦得住才有輸出嘛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先把斐肥養上去 整體的坦度夠了 只要前排不倒 我們都是有機會把關卡給推過去 再來這邊 斐肥還有一個很BUG的地方就在於說 他會骰骰子 開局進去會骰骰骰子 那麼 骰到的骰子比對手的骰子還要高的時候 那麼就可以獲得到一些BUFF的加成 還可以暈眩一些敵人 就可以變得更強 那麼 如果骰到6開局的時候 他在快死的時候 會有一個這個叫做什麼 受到致命傷害 就可以免疫本次的傷害 可以立即回復 如果你骰到6 就等於是 6乘以8 就直接回復了 48%的一個生命 哇 等於超強的啦 那麼反正你推關卡也可以重複的一直刷嘛 所以說 這個肥肥啊 就非常非常的強悍 我們就可以一直衝掉嘛 就是 一直骰一直骰一直骰 骰到6呢 我們就可以過了 然後再來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 阿貝的主力輸出呢 就是我們的六扇門 因為六扇門這邊呢 阿貝的金目前啊 就只有練六扇門 所以說 可以把這個全部的資源 都灌給他 那麼 他整體的表現就會相當不錯 那麼尤其是當這個李炎廣他的等級來到 81等之後 就影響非常非常的大 因為到81等之後啊 只要有被施加懸賞標記的人 那麼 他去打到他的話 傷害則必定暴擊 這時候的傷害就會變得很浮誇喔 所以說那阿貝的金色武器啊 就優先的給這個李炎廣 好 那麼 再來這邊阿貝還有練了這個 水法師松山派嘛 那麼練松山派的話 最主要 其實他比較偏向是一個 控場的定位 再加上他本身的生存能力很高 整體來說就還算蠻不錯的 還算蠻不錯的 好那再來呢 阿貝之前影片有跟大家提到說 金木水火 要各練一隻嘛 但是阿貝這別拿真的是有一點衰喔 就是我的火是完全沒有辦法 拿出來的 所以說我就沒有派上場 原本 火的話阿貝是推薦這個鬼谷嘛 但是我一隻鬼谷都沒抽到 所以說我 就是把這隻放著 放著然後提升他的等級 那麼我不會把他派上場 因為他整體的實力比較偏向一般般 也不說他不強 就說在推圖上面 效果比較有限 我寧可阿去拿這個buff 待會呢我們再來跟大家做一個講解 好再來這邊的話因為 我的這個花間派也還沒有練上去 所以說 阿我就沒有把他派上場了 因為 花間派的話我們要等 之後這個活動會送嘛 會再送第二隻 這時候再把他練上去 到時候再考慮把他上場 那 既然這 火跟木都不上場 那怎麼辦呢 那此時此刻的阿貝啊 就會 放兩隻水上來 因為本身就有兩個主力的水嘛 就是金剛派 還有這個 衝傷派 有兩水了 本身就有兩水了 那麼這時候我們再補上兩水的話 我們就可以去額外拿到很多的這個buff 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現在buff加成了 就來到了攻擊加15% 還有生命加20% 加的非常非常的多 本來阿貝啊是想說 是用一個火然後再加一個木 這樣子上來 可是 因為 他們的練度實在是太低了 所以基本上也沒有什麼太大的一個幫助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支援集中在三個人身上 然後用另外兩隻喔 去拿到這個buff 那麼練度基本上都還好 那最好是一些 死掉能夠打一些傷害啊 或者說 可以加一些buff等等之類的 會比較理想喔 這個基本上就是隨意的去做一個搭配 反正我們最主要 就是要去拿到這個 屬性的加成喔 好再來呢 我們還可以針對這個屬性下去做一個攻擊喔 但因為這個兩個前排剛好都是火屬性啦 那就比較難講解 我們先假設喔 假設上面這隻是木屬性 然後下面這隻是火屬性 那麼 那我的這個主力的水屬性嘛 就會去打到木 那麼整體就沒有拿到這個buff的加傷 那我就可以把這個松傷派 把它往下移之後呢 他就可以去打到這個火屬性 那麼 就會有這個額外的增傷 畢竟這個水克火嘛 那不要小看說這一點點的增傷 又是齁啊 就是你通關 很重要的一個關鍵喔 例如說 還有這個坦克的部分 如果我們前面的坦克是 一水一這個一金嘛 那麼我們剛剛有講到說 假設這個對手上面這個是木 然後這個是火嘛 那如果假說我是這樣擺的話 就等於說完全被他們克制嘛 木克水 然後 然後火克金嘛 那我們就可以這樣子來做一個兌換 去 選出一個比較好的站位 就是不要被克制 然後我們可以盡量的 去克制別人喔 好那 最後呢 我們這邊 再來帶大家看一下這個 抽卡的部分 那麼阿貝這邊啊 是把這個元寶 通通給 存起來了 那為什麼要存 因為 以後會有一些比較重要的活動 阿貝是不建議說 把這個全部的元寶拿去抽卡 阿貝是沒有花過任何一次元寶去抽卡 就算有什麼八折也都是沒有的 我都是 用他送的啊 或者是我獲得到的 才要去抽卡 再來 這個 80抽之後呢 就會有 心願單 阿貝這邊啊 是推薦說 如果你的 胖胖 還升不上去的話 那建議說這邊是 選胖胖會比較理想 選胖胖會比較理想 主要還是要看說你目前 進卡的一個狀況 那麼阿貝這邊是比較推薦說 以主力為主 就是這個 金剛轎 然後還有這個 松山派 再來就是六扇門 這三個為主 那這邊阿貝比較痛苦 就是說我現在火屬性 一直拿不到 那 前面的話阿貝覺得 如果你有看到什麼 前期的修為跟這個 突破單 都是非常重要的資源 所以說 能買到的話 我們盡量就買了 那當然太貴的話 也不太行 像阿貝這邊商店 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 商會這邊 那阿貝這邊看到 銅錢我都有買 然後還有這個 高級的 抽獎券 那每日特賣這邊基本上 CP值都蠻高的 有沒有 他這抽獎券 一張才80元寶 我就會買 那不會直接花元寶抽 直接花元寶抽 等於說 抽一次要200元寶 貴上非常的多 那這邊大家要注意一下 然後在這突破單 只有兩則 兩則的話 整體CP值就相當的高 那如果三則的話 阿貝也會買 因為這個 前期真的是 非常非常缺的一個東西 不過好像 沒有看到有賣修為 對不對 好像 好像沒有看到有賣修為 好啦 那這個 之後呢 我研究了 仔細一點 到時候再跟大家 做一個分享 好 那我們今天第二天呢 就先分享到這裡 如果你覺得 比較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在下方留言 提問 那阿貝呢 整理一下 在下一集影片 再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好 那阿貝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邊 希望啊 對你們會有幫助 如果其他問題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 提問 感謝各位收看 我是阿貝 我們 下 季 再見 撐住啊 飛飛 撐住啊 李延廣 趕快 阿貝 沒放出來就沒了 李延廣 他 放這個 必殺技的速度 好像 集氣比較慢一點